最近我们看到了华尔街日报 金融时报 这全世界两大的财经报纸都做了一个 秦刚跟傅小田的故事 但这个非常怪是因为 秦刚跟傅小田之间的故事 早就已经传遍了所有的正常界 而这个事情到现在已经落幕了 秦刚也不见了 怪的是为什么这两家报纸 同时都报道了他们两个之间交往的细节 而且特别强调秦刚跟傅小田 证实了他们在美国有一个小孩 而更特别的是金融时报讲 还有华尔街日报也提到 共同提到说 这个小孩不是在自然状况下产生 他是透过代理运幕 为什么这两家报纸都要用代理运幕 而且这个代理运幕还怕你不知道 还把你放在标题 在这个时刻丢出来有人讲 其实这个就代表现在习近平旁边 已经出现非常微妙的问题 因为你如果今天把秦刚丢到 这过去整个中国 我这个兵强马撞 我有很多的文臣武将的时候 我干嘛在乎一个秦刚 难道现在习近平已经 旁边的人已经一个一个的退掉了 一个一个消除掉了 消除到说 他连最基本的外交政务都出了问题 当你的外交政务出了问题 你才会在南非叠这么大交 再在南非这么难看 而现在我不得不让我秦刚出来 而让秦刚出来的时候 我今天才会透过华尔街日报 透过这个金融时报 丢出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重点 不在秦刚是否付出 而是在于说 现在习近平真的已经是 孤家寡人 无人可用 你长期去关注全世界国际的财经走向 当然你也会非常了解 华尔街日报跟金融时报 你也非常清楚说这两家报纸的报道 那一定是对国际事务 对国际财经 一定是惊天动地大变化的一个新闻 可是这两家报纸最近很妙是 共同先后报道了秦刚 跟他之前的情妇 傅小田之间的一些细节 那大家觉得这是八卦 八卦干嘛 上了金融时报的头版 怎么会被这个华尔街日报 大幅地报道 你说不对 他不是八卦 他牵扯到中国内部的微妙变化 而且他也牵扯到习近平 现在他已有强烈的权力危机感 没错 我们讲 华尔街日报跟这个凡人事态 我们要不用多说 他们其实是非常震惊八百的这个报纸 他们当然平常 报道这个所谓财经媒体 还有国际大事之外 他很少报道这种所谓的 什么婚外情之类的 所以他讲到秦刚 他很少报道男女 今天那些 当然很少 因为他们都是八卦 他们不是很想要讲这个东西 那你知道秦刚跟傅小田的故事 我们当然讲非常多 因为我们讲了非常多 他们之间的故事 但是国际媒体 从来没有人报道这个消息 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 美国重大媒体 也从来没有人报道过这件事情 但是在前几天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突然间丢出这个文章 中国高官被告知了 前外交部长的秦刚 是因为在美国的生活作息问题 遭到免职 生活作风的问题 因为他一直有婚外情 然后在美国有一个孩子 但是他说当时调查重点是 秦刚是不是危及的 所谓国家安全 所以现在中国调查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 现在中国调查的重点秦刚 不是有没有婚外情 而是有没有危及国家安全 我觉得奇怪 他的调查重点是 是不是危及了国家安全 表示说你看 婚外情的孩子好像没有关系 不是重点 对 有没有危及国家安全 这才是重点 可是几天之后 反应修太又刊了一个文章 而且这一次是做在头版头 而且你看 这就是秦刚 这是傅小天 他直接把女生的照片都弄出来 你说这个是 对 金融时报的头版头 当时华尔街日报 还没有说到这个 这个隐晦其名 但是金融时报就直接把他 傅小天的照片都贴上来 所以显然就是傅小天 你看他标题中 秦之mystery partner 就是很迷样的 神秘的 partner have a surrogate child 就是有一个代理孕母的小孩 那他还用这样写 那写里面他讲了非常多 他们过去的一些相关的经历 跟相关的故事 那怀疑说他们在 他在这个驻美大使的时候 他们两个可能有了这个关系 有了关系之后 然后就有了一个代理孕母 生下的小孩 为什么是代理孕母 对 好那就很奇怪 然后他就说 这个代理孕母这件事情 在中国可能还是有一些麻烦 因为可能危害 中国相关的法令 可是从国家安全 变成是说他其实 这个所谓的生活作风 这个国家安全 没有国家安全 他只是因为他生了一个 所谓代理孕母这样一件 这个小孩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觉得 这个整个风向 有点转变到什么 好像是要导引到说 其实秦刚呢 他不是这个自己的问题 他是被这个代理孕母 他好像被陷害的感觉 所以说 要讲 如果你看到金融时报 他完全站在秦刚的角度 他完全是被 傅小田压着打 而且会特别提到 我是代理孕母 怪的是 如果你们两个你情我愿 在自然的状况上面 如果怀孕生子 那为什么要透过代理孕母 透过代理孕母 你有一个非常复杂的 医学过程 有个医学程序 而这个医学程序是 今天秦刚跟傅小田 要同时交出你们两个 能够生小孩的金子跟卵子 那秦刚愿意吗 那如果秦刚不愿意 怎么会有代理小孩 代理孕母 如果秦刚不愿意 在代理孕母的下 难道 这个生小孩 都是傅小田的计谋 他讲到什么 他说了 其实他们两个很早就认识 我们讲 financial time里面 就讲得非常清楚 他就说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说跟傅小田 非常关系亲密的人士就说 他在2010年的时候 就已经认识秦刚了 他们两个老早就认识了 然后后来 他就回 这个傅小田就回到 这个凤凰电视台工作 他讲得很清楚 然后当时秦刚被任命 叫英国 中国驻英国的这个临时代办 然后他们两个又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就十年之后 他们在北京又认识 又重新见面 重新见面之后 两个关系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之后 保洁你知道 传言为什么 为什么这件事要爆出来 他就说什么 他说因为秦刚被任命 为外交部长的时候 他觉得似乎是 我跟傅小田的关系 恐怕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就开始限制 不要跟他接触了 不要跟他接触的时候 所以他就说 为什么后来会别人 是不是因为 这个秦刚好像要断了 他跟傅小田的关系之后 傅小田逼不得已 他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不断地丢出一些资料来 所以就是说 今天秦刚是在驻美代表的时候 驻美大使的时候 跟傅小田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 他当上外交部长的时候 我要开始梳理 梳理以后 我就不跟傅小田见面 妙的是 傅小田开始大量去po文 开始去po小孩的文章 po他跟他的过往 po他跟这个所谓的 秦刚的关系都是在 秦刚慢慢远离他之后 对 而且他说什么 他说傅小田在去年的时候 跟一个闺蜜讲了 这个整个代理育母 这个事情 然后另外两个人也说 他透过代理育母 生了一个小孩 所以这个小孩 就真的就是 代理育母生了一个状况 那是不是暗示了 秦刚之后是不太知道 这件事情的这个感觉 可是事实上我刚才讲的 就是一开始我不明白 就是说你生了小孩 就生了小孩 那生了小孩以后 为什么其实不是只有金融时报 特别代书说的有代理育母 之前就已经开始传说是有代理育母 代理育母这件事情 对傅小田 对秦刚 有这么关键吗 保险 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们怀疑到就是 傅小田可能想要透过一个小孩子 这样跟 确定跟秦刚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一直过去一段时间 被传言说 他跟很多大佬都有关系 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结果这个秦刚 他想要切断关系 切断关系之后 结果保险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后来不是看到 一堆傅小田 在网络上po了一些文章吗 他就是要证明说 我真的跟 暗示着说 我跟秦刚有一个小孩 他之前没有说 他是代理育母 你看他说什么 三月的时候 你看他开始说 告诉微博 他说有一个小孩 他说我的小孩 不是美国人 不是美国人 是中国人 这样一个状况 你看他就说 这个谢谢提醒 这个是三月十一号 去年秦天姐 就这天是 这个宝宝的 这个一百天时候 登了三码 那就是这样 他把他弄得很软 他说 儿子的爸爸不是美国人 我们进行就要回国了 很期待 很期待很期待 他回国 他说 我的小孩不是这个美国人 你在按照媒体写的 这个时候 这个秦刚 已经跟他不来往了 已经不往来 好不往来做好 结果没想到 三月十一要这样写 结果三月十二号 他又写了一个文章 他说他小孩子 这是他小孩子 他弄一个举手起来 然后就胜利 这个胜利闭幕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天的话 刚好就是中国的 这个两会闭幕 然后闭幕的时候 秦刚被拔作为国务委员 然后五十六岁 就成为中国的 这个国务委员 副国级的领导人 他在写的这个文章 那写文章的话 你仔细看 因为他们的这个 不是一般人能追踪 但是就有人说 你看美国出生的小孩 就能当中国外交部长 马上就有人说这样 很多人在下面 回很多东西 那好 3月18号又来了 你看 他说因为 爸爸奔赴使命去了 忙得连生日都没有时间过 只能够摇住爸爸生日快乐了 好 因为3月18号 那时候是美国时间 但是是台湾的 这边时间 3月19号 3月19号就是什么 秦刚生日 秦刚的生日 那秦刚生日的时候 他后来再PO一个文章 就是说 这个 Many happy returns 真的爱一个人 不是盼他升官发财 屏幕轻易 而是孤独的 看着什么 风起了3月19号 反正就跟他示爱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时候他就说 他就说祝福孩子的这个父亲生日快乐 紧接下来的话 他在4月10号的时候 又从这个洛杉矶飞往北京 那这个 做这个所谓 弯流的这个私人飞机 我们不是说 他居然可以坐弯流的私人飞机 那为什么这样 结果他就 他就停在这个安科拉茲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 我们隔一年之后呢 又是从这个洛杉矶启程 那只是说这次有了这个儿子的 这个Ear King 那这次飞行的目的 Ear King 对 那为什么 因为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上一次登上这架飞机 所以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登上 他登上过好几次 他说上次是从洛杉矶到华盛顿 而且我一个人呢 在这个村里降落到华盛顿特区 那是为了工作采访 也是我在风云对话最后一次现身 那时候他到华盛顿去采访谁 就是采访金刚 那好 采访金刚又时隔一年再度登记 从洛杉矶启程是到北京 北京的时候他也带一个儿子Ear King 这次是前方 所以那Ear King 就有人说Ear King是谁 当时一开始都说Ear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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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 King是谁 Ear King 然后他就说这是 情儿 所以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 就很多证据都证明了 几乎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后来又来一个 他在这个文章之后 一个小时他发了Twitter Twitter之后他就说 他在2022年的6月以来 第一次他在Twitter发了一个消息 他用英文说 这一次还有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他发了小孩子 你看他跟小孩子坐飞机 但他发了上面一张照片 访问秦刚 他跟秦刚 那你看这不是就是 然后对照对照对照 Ear King 又这样子 所以真的就是开始 外界就把他跟傅小庭 跟秦刚的关系 就正式连上了 那连上之后当然 所以你说华尔街日报 跟金融时报 这两家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媒体 花了这么大的篇幅 用头摆头 就是讲秦刚跟傅小蝶的风花雪月 就是讲当秦刚当上外交部长的时候 我开始不要跟你傅小贤来往 那傅小蝶这个时候 就拼命的po微博 拼命的去展现 他跟秦刚的关系 然后最后 Ending在 搭着弯流的飞机 进到北京之后 全部就没了 没了之后 秦刚就不见了 这个所谓金融时报的说法是说 他怀疑就是 好像是不是他呢 要逼他认这个儿子 所以后来就 这个所有的更新呢 就到目前为止就结束了 结束没多久之后呢 几个月之后呢 秦刚就被调查 然后后来就是 就被免职 那免职啊 那照理说他应该就被免职嘛 那这个华尔街日报报这个问题 要做什么 我觉得华尔街日报报了 比较有这个 当刚才呢 这个financial time 是把他们两个过去 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 但是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呢 比较focus在不太一样的这个点 为什么 他就说其实呢 这个秦刚被告知的是 所谓的这个生活作风问题 这是中国对这个性的行为 不端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但是他讲了非常多 他说呢在秦刚的配合之下 调查还在继续 那目前调查的重点是 他的婚外前 他的行为是不是危害 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那如果没有呢 没有会怎么样呢 他还 他马上就说 因为在担任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 秦刚的举止得宜 然后被认为是一个 有分寸的外交部长 还肯定他 对 然后在担任这个驻美大使之前 这个秦刚曾经负责为习近平 筹划活动的外交部副部长一指 然后多次陪他 所以他就说 习近平非常非常的赏识他 好那非常赏识他的时候 其实没多久之后 又一个报导 因为我们到前一阵子 不是去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金专会议吗 对去南非 金专会议不是搞得 这个习近平非常尴尬吗 对 这个外交人员 却没有跟上 进退失去 完全非常乐惨 然后这个整个照 甚至还有这张照片 王毅都坐在这里面 我习近平还在后面 找我的位置啊 听说这件事让习近平很不爽 当然 你蔡奇跟王毅都已经做定位了 是 我老大还没做定位 对那这件事情 听说让这个非常不爽的时候 习近平勒令 王毅在家里面 写毁过书 写了很多天 才能够出来 甚至后来的 原本要参加 所谓GT 还有联合国大会 他也不要让王毅去了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华文监日报的 后来后续的报导是说 好像是不是 习近平对王毅非常不爽 然后他觉得说 你这个 过去金刚 我们曾经讲过什么 哎 你在前这个所谓 之前习近平去访问 白俄罗斯的时候 是怎样 你踏下去 音乐什么响起 他都晚上的时间 他还去把所有的行程 把所有的 所谓博物馆的人员 全部叫起来 我们要演练好几遍 哎 这才是习近平要的 这个外交理解 就你让我搞到 哎 我还要在外面找我的 外卫在对 什么地方 然后我还搞不定 我的这个翻译 你可想的 只是习近平会多么生气 对不对 所以你说 现在Financial Times 还有金融 华尔街日报 对 全部都是中国放出来 所以现在要 一个风箱是什么 哎他原本是真的 就是生活问题 然后我们要调查 是不是国家安全 那今天凡年修探说 他是被人家阴了 可能是被 因为这个 这个傅小年 要他认这个小孩 对 所以他这整个 他的做法 刚才讲 从代理运步开始 如果你太了解 这些过程的话 他从头到尾被设计的 所以就有点开始 转了风向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说 我说真的 华尔街日报 或者说这样凡年修探 他们其实本来 跟中国高层 很多消息 就是从中国高层 放出来的消息 那他放这些消息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如果搭配着 哎王毅最近 好像不太得这个 习近平的喜欢的时候 哎 是不是有 有一个传言 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觉得 秦刚的这个 很可惜啊 是不是要重新再让他付出 而且无人可用 因为没办法 因为只有秦刚才懂我 才懂我要的一切 王毅只会让我在国际场合上面 这样子 好像左之右出的这个状况 所以才说 哎这里面来说 闻到一点 不太一样跟过去的味道 好 准备 刚才讲到的 这两家报纸 哎 以前我在当学的时候 那是泰山北斗 哎 这里面的每一篇文章 都是自治朱鸡 而且都是国家大事 哎 怎么这两篇文章里面讲的 根本就是反正就要是更妙了 根本就是 谈他跟傅小天的儿女事情 甚至把代理玉母放在标题 你们特别强调 这是一个关键 关键以后 看下去 哎 秦刚根本就是一开始 跟傅小天在一起以后 然后傅小天就咬住了 咬住不放 不放了以后 到了外交部长的时候 我要隔开 隔开以后 你就不再跟我PO文 跟PO文了以后 等下讲 那个代理玉母那些小孩子 出生非常那个特别 今天刚刚讲到 华尔街日报 包括了金融时报 他们其实跟中国关系 非常密切 过去刚刚讲的 你丢了很多 我要去整顺 整顿江派 或者是中国内部 有很多权力斗争的时候 都是由这两家媒体 率先报导 所以今天丢了秦刚跟傅小天 丢了秦刚说是 因为生活问题被检讨 这不是等于说是八卦 这是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 跟一个新的权力生态 要出来吗 对 这绝对不是八卦新闻 这是政治问题 政治新闻 为什么金融时报 还有华尔街日报 他们很震惊八百 而且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大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震惊八百 在讲风花雪月 对 那它的过程 它的内容 它的故事 到底是谁透露给他们的 透露给这些 这个金融时报 跟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那一定是中国的官员嘛 那中国的官员 是哪一派的官员呢 当然就是秦刚派的官员嘛 也就是说现在内部 外交部来讲的话 王毅派跟秦刚派 还在斗争 那你知道 在金钻五国的时候 王毅跌了一个大斗 然后结果被习近平开始 要求写检讨报告 现在来讲的话 秦刚的人马 发现到这件事情 不单纯 而且内部有可能 翻盘的可能性 背后有可能 习近平也在支持他们 所以现在我可以评估一下 过没多久 可能秦刚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而且秦刚有可能就会再次复出 那再次复出的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 国务委员他没有被拔掉 党的中央委员没有被处分掉 政治局这个委员也没有被处分掉 所以代表说他还有活着可能性 那活着可能性呢 事实上会透过金融时报 跟这个华尔街日报放出来 就是给国际社会的 一个重要的讯息 这个什么重要讯息 就秦刚现在来讲的话 事实上他是被设计的 是被陷害的 那请问傅小田是受到谁的指示 受到谁的命令 来做一个代理阴谋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 你说真的秦刚现场 他一定会犹豫一下 这种干过政治人物的人 一直在往上爬 基本上都会有那种 风险管控的意识 所以他不可能说 在现场傅小田说 我要拿去当代理阴谋 他会马上答应 不可能的事情 一定是背后还有人指使跟设计 那到底谁是指使傅小田 跟设计这件事情整套剧本的 到底是谁 那应该背后还有另外一些人 所以我们讲说 傅小田他是双面谍 你双面谍有可能性 三面谍四面谍都有可能性 所以他不是只有 接受中国政府 或者说外国政府的指使而已 有可能在中国政府内部 有不同的派系 也指使了傅小田 这样这个所谓 当然啦 儿女事情 两个人说不定真的是有情愫 否则也不可能发生这种关系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关系之后 秦刚应该是非常小心的人 他不可能说 让傅小田把这个东西 拿去再做代理运母 应该会立即销毁掉 正常的人应该是会销毁掉才对 但是没有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代表说傅小田 应该有很多的背后 有人在指使他 有人在教导他 到底 对所以简单讲 难怪他要把这个话 放在前面的标题 对那为什么用代理运母 这个做标题 代表说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一天故事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秦刚被设计了 那秦刚如果被设计的话 就不是秦刚的责任的问题了嘛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有时候男人风花雪月 可能在中国官场上面 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问题是 你怎么去后面处理这件事情 那你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泄密的问题 跟他讲 你有没有围棋国家安全 对如果没有的话 那如果有的话 国务委员早就被拔掉了 中央委员也早就被拔掉了 那现在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 而且让事情整个真的发生到现在 而且中间过程当中 王毅又出事 所以代表说那里面的权力斗争 其实外界看不到 但是呢 现在正在运行 但是我认为说 过没多久 可能秦刚就会复出了 所以董事长 这个华尔街日报 跟金融时报出来 代表现在中国外交部 或者外交系统 斗得这么凶 这个讨论可以讨论两三天 网络上可以每一个字据斟酌 包括那个代理运母 包括他是不是 他的这个 做爱遗留的痕迹 等等都可以讨论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什么好处 可以转移非常大的 这个媒体的焦点 你说他要转移焦点 所以这两个可能性 我们这样讲嘛 对不对 一个达到转移焦点的目的 一个是为了 钱刚复苏做准备 为什么好 那我们就用你们 就用刚刚讨论的 钱刚复苏做准备这个逻辑 去推理的话 我们来谈这个事情 中国官场 中国共产党 见证以来 确实有外交部长 或是有部长级的官员 有这种几进几出 劳改再回来 秦城监狱坐牢 再回来当部长 这个在中国官场上 常常出现 中国历史上 也常常有这种事情 平反嘛 那我干嘛 平反 这是正常的一个名词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平反的逻辑 有点令人怀疑在哪里 因为很简单 你说被傅小田设计 不当取得他的 生小孩的这些的元素 对不对 这是一个可能性 另外就是 他是正常 在正常怀孕的情况之下 生小孩 这两个可能性 那就是正常怀孕 说生小孩 或是这个结果 有生小孩这件事情 在中国官场上 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很简单 前面有这个张高丽 做风不良 这些 外面有小三小四小五 在中国的高层 它反而是一种炫耀 代表我精力旺盛 这是一个勇敢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 跟我们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这其实不是什么 大了不起的事情 不会为了这种 有小三小五生小孩 就把你部长拿掉 部长拿掉 国委 他是国家级领导人 很大很大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 请问你 他是正常怀孕 跟这个不正常怀孕的情况之下 哪一个比较笨 就不正常怀孕被设计比较笨 对 你本来的行为已经不良了 再加上一个笨 那个笨的人 能够让他能够平反吗 这个笨蛋还要平反个鬼头 对不对 所以这个秦冈耀宗 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被设计 而这种笨拙的行为 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而平反 不可能 这个太离谱了嘛 你被女生设计 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里面 这个是 你是个大笨蛋 是吗 他有那么笨的外交部长 你会被一个女人骗的外交部长 我还能够再用你吗 再爱你我也不能再用你 亲儿子也不能再用嘛 所以秦冈耀宗的付出的可能性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第二 这是我认为这个情况 但这个东西 这个媒体炒作这个事情呢 当然也是配合他的 你说转移交点 配合其他的目的啦 因为目前中国情况确实非常不好 他内部的不稳定性 尤其在军方的不稳定性 非常的大嘛 军方那么稳定性 外交系统出事情 这个解放军出事情 然后经济情况不良 经济情况出事情 他的外交次数受阻 他的经济的大崩盘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那这些东西他如果要 老百姓现在目前的失业率啦 年轻失业率听说 看到的数字我看到是21.5嘛 那不动产的GDP 你占到35%可能是坏账嘛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收拾善后啊 他今天他整个的情况是崩盘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他必须 他秦刚这个 当你看到这个中国丢消息出来 而丢出细节的时候 还有目的 他的要丢细节就是让你讨论 他如果丢出一个大概念的话 那不会 那是一个正式的新闻 丢细节是转移 转移交点 转移交点是主要目的 那这个就是说会被傅小田设计 这个设诱设计的秦刚 然后又被甚至于被这个 设计到很愚蠢的情况 然后还要回头来当外交部长的话 在中国的外交史上 可能还没有发生过 原来你是这么看的 太笨不行 怎么有人会用个笨人当部长 就台湾才有可能 大陆不太可能嘛 董事长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 7点23分 这个时刻 一个天大的消息 央视7点06分来着 中华人民共会主席 习近平主席令 竟然将秦刚免职了 对终于谜题揭晓 秦刚的问题 大家搞清楚怎么回事了 有很多的谣言 传到今天 你看他是谁接他的职务 王毅 对王毅接外交部长 外交部 在中国的这个官 他的这个内阁的序列排序里面 是第一名 外交部是第一大部 中国是最重要的 因为以前周恩来都是 总理兼外交部长 所以王毅现在回头过来 兼外交部长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这个是一个 内部斗争的一个结束 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内部没有任何人上来 对 那因此换言之讲 就是王毅看起来这个处理 基本上是一个属于妥协性 而且一个相当长时间的 临时性主使 怎么叫做长时间临时性呢 因为你后续没有人了 你后续没有比秦刚更适当的 来接这个位置的 因为他 后继无人 只好老将回归 关键在哪里 为什么后继无人 因为他太年轻了 不是 要习近平喜欢的人没有了 后面的人 习近平之所以会开始喜欢 秦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他当理兵师师长开始 他帮习近平做了很多 接待外宾 包括他礼仪队的服装的修正 仪式的SOP的修改 他的每一个过程 搞得让习近平非常的高兴 而确实也提升了国家形象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才讲 秦刚你也不是之江新军的 你也不是从福建跟他的 你是等于说已经掌权 秦刚在旁边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得到他的信任 是秦刚让他很满意 非常满意 从李兵师开始 然后到发言人 一路走过来 一直把习近平的服务的部分 做到尽善尽美 而且没有一个比较好 这是确实是 所以他才派去当所谓的美国驻美大使 本身就是一个出格的动作 他没有这么特殊的这种条件 虽然他是职业外交官出身 可是派到这么高的职务来讲的话 连续提拔的时间 你看大概就三四年吧 没错 三四年时间从一个副部长 直接到了国务委员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破格的提拔 到今天出了很多事情 我们外面采了很多 他有什么女人 他有什么间谍 到今天来讲的话 很简单 我们已经知道 秦刚落马确定了 对不对 秦刚落马以后 这种处理 你有没有看到秦刚去哪里 没有 那可能去哪里 没了 没了去哪里 不会是秦城监狱吧 当然有可能 秦城监狱 他没有后续的职务的安排 表示着接受调查嘛 那一定是在接受调查 而且到今天为止 在将近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 因为你有没有看到 新闻有没有任何 对秦刚的管制 没有 到今天也没有啊 所以秦刚这个落马是 我本来一直期待 他可能有一些 比较平顺的一些安排 看这个样子的话 不是平顺安排 对 是属于比较负面的处理 在负面处理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那当然这个是 而且请王毅来的话 就这样子嘛 他说压住阵脚 这表示你外交部内部 有非常多的不平的声音嘛 外交部平 王毅回头过来 坐镇外交部啊 所以下面的副部长 这个级别人 通通被压住了 对 好 你们各个有希望 各个有机会 但是现在不要斗了 也不要争了 就尘埃落定了嘛 所以这个人事的安排 所以你说秦刚搞不好是被 外交部内部给斗下来的 对 看起来是斗争的结果 看起来是斗争的结果 看起来不像是有叛国罪啊 或有间谍罪啊 或有重大的犯案的可能性 所以看起来我倾向于说 案子可能不大 但是内部斗争的力量非常大 然后由王毅来接的话 表示是一个很匆忙的临时措施 但什么时候解除临时措施 不知道 会拉得很长 就是现在在中国 关于秦刚跑到哪里去了 秦刚怎么了 居然变成了一个热搜的话题 这个非常不寻常 第一个就是 外交部两个发言人 接连着被问到 居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代表上面还没有 给他们任何答案 没有答案 他们当然不知道这该怎么想 还有现在在中国的热搜 都在问秦刚 居然没人管 他完全处于这种虚控的状态 而且目前不只是中国内部 全世界大家都在问 你看这都是全部外媒的报道 你看中国外交部无可奉告 那导致这个传言满天飞 那秦刚的这个谜题 习政权的这个尴尬于黑暗 对然后中国外交部长的神秘缺席 加剧外界对黑箱文化的担忧 你看这都是外媒的报道 外媒报道为什么 因为宝姐从6月25号到现在为止 他真的不见 而且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王毅准备要去 这个非洲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又是王毅去 明明是秦刚出来最短的时间也没有出来 好那你知道目前为止来说 刚才宝杰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假设是秦刚真的是这个 很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照理说过去一段时间都会近年 网路上可能都不能够讲这些话 可能问题是宝杰你知道吗 事实上你现在在网路上 你还是可以查到 还是可以查 还是可以查很多 就是你只要查秦刚之后 还会出现很多消息 照理说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些都会被屏蔽掉 但你还是照样查 现在中国网友也是 他们就拼命在查秦刚 秦刚很多内容 他们在查秦刚到底怎么样 他们也很想知道 以前薄熙来出事情 郭伯雄出事情 包括了周永康出事情 只要你一出事情 只要你一失踪 你所有的讯息完全被屏蔽 你连打都不行打 就现在秦刚已经失踪这么久了 没有一个答案 还有你现在要查 他的所有的讯息 都没有被禁止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说 目前为止习近平可以说 是所有的言论体系 什么他都可以一把抓 那他没有禁这个 难道他是在 看看外面的风向 到底怎么样 我要来怎么样 来处理秦刚这件事情吗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宝杰这样 这个已经搞到什么 搞到你看 外交部就说 你这个现在秦刚 是中国的外交部长吗 秦领就说 毛领就说 建议你去查阅 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这个太夸张吧 你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对 别人问外交部的发言人说 秦刚还是中国外交部长吗 请你查阅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他连讲都不敢讲 对啊之前呢 这个时候 汪斌被问到的时候 他当场愣了16秒钟 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连美国都说 美国就说 这个我们之前 这个布林肯有跟王毅见过面 那布林肯还当面误一问说 我希望秦刚能够身体好 但是王毅也没有说什么话 布林肯见到中国也只跟王毅见到面 没有跟这个秦刚见到面 对没错 还带问秦刚 但是王毅也没有说什么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为止 他们只能说表达 希望早日看到他的这个祝福 所以连王毅也没有跟布林肯讲什么 所以布林肯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好那事实上 你看搞到什么 连着胡锡进他都出来讲话 胡锡进都讲话 胡锡进 他说有件事大家很关心 又不能在舆论上讨论 这样的情况应该尽量减少 还是会有一些事情 在一般时间里面很敏感 或是有密集的话 不好公开论议 但是可以理解 但这样的情况持续要尽量短 总之保持事况的这个环境 还有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需要取得平衡 所以他讲了 他就会讲秦刚吧 当然讲秦刚 他没有点名秦刚 大家都知道他在讲秦刚 就是说 这个赶快处理 因为已经搞到大家都人心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完全不知道 那为什么会不知道 因为过去习近平现在真的陷入非常大 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过去你看 真的假设你真的烂权收惠 不正当男女关系政敌 他马上就处理了 薄熙很快处理 徐才厚令计划 陈良宇还有郭伯友 他都很快就把你快刀斩乱 唯独这次秦刚没有 为什么秦刚没有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秦刚是他亲手把左 而且你知道因为这一次习近平要一把抓 所以你知道习近平一把抓的时候 你知道他这一次的中央委员所有名单 要这个上演的时候 央视还特别报导了一个叫做 习近平怎么挑这些委员 他怎么挑 他就说我亲他亲自一个一个面试 然后全面的这个所谓海选 他讲的因为他怕说被人家说 用你自己的人嘛 所以他就说我就是亲自一个一个面试 然后把他们的所有状态都摸得非常清楚 他们的专业程度中心的程度什么都弄了 他央视还有特别这样报导 那报导的问题是 好那你报导这样子 结果现在秦刚出问题了 那你怎么处理 如果你处理到秦刚 那是表示你当初是怎么看的 是人不明 你是怎么看的啊 你这个英勇 这个英明的领导 那你这个所谓的 这个执政的这些团队 会被他质疑嘛 你连秦刚都看走眼 那其他人你怎么挑 最后再说现在习近平陷入麻烦 非常尴尬 是在这样 因为他是他亲自选的 无论是他的事情先制到什么程度 他处理他 他就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所以现在我觉得 秦刚应该很确定就是 他应该是触犯到了习近平一些 重要的问题 但是习近平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而且你想说 这也牵得到 中国的深层内斗 好抱歉 事实上当然很多人就说 这里面牵得到非常多的 这个内斗的这个状况啊 包括说像王毅跟这个秦刚 两个就不对盘 两个在互相斗 然后这个所谓美国派 还有这个所谓俄罗斯派 两个在互相的斗争 但是我觉得 这应该不是重点 因为这些 这个习近平都压得住 我觉得现在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就是要 怎么让他的面子好看 到底怎么处理秦刚 这件事情 变成他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所以董事长 现在是中国的内斗太厉害了 斗到 连习近平都不知道怎么收拾 习近平不是不知道怎么收拾 是刚刚 刚刚我觉得 事总讲的有点尴尬 但是你要看这个事情 非常有意思 到今天为止 这个新闻有没有被管制 没有 到今天没有管制 没管制 网上乱传一通 对 全世界传 在网路 一般你刚刚以前 前面那个张高丽 全部封闭 40分钟就把你封掉了 对 他现在封了没有 当时彭帅贴文章 一下就被拿掉了 40分钟我算过 就把他封掉了 为什么现在不封 他不封了 让你跑 子弹乱飞 为什么 所以你就说 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 他让子弹乱飞 但这个事情搞到现在为止 已经全世界哗然 已经美国在关切 你在搞布林肯 布林肯 布林肯在关键 你这个到底 你这个 对啊 中国外交部长 对啊 你是我对口的人 不见了嘛 那我过去跟你讲 私下有些话 那这怎么办呢 大家变成 但是全部叉了叉热 叉热刀叉成250 对嘛 所以这个问题 麻烦在这里 你知道吧 但这个事件 你看到今天 它的背景还跑出来 他是跟政苗红 她真的跟着描红 她的故障是李肇星 李肇星 李肇星是有名的 中国外交的才子 对 诗人部长 然后她的姐姐是那个什么 是这个 是香港电视的 香港电视的这个采访部的 采访部的这个主管 对 她的姐姐最有名的一次表演 就是李肇星在以前担任这个 所谓两会发言人的时候 李肇星口才非常好 然后文采非常好 结果她姐姐去问她话 她就 因为她共产是逃掉嘛 结果她是她的 她是她的孤障啊 她那个香港 她是在香港公司上班 她去抓李肇 抓李肇星 她一直以为 全世界都看到 怎么看到这个记者 这么嚣张感去抓她 她是孤障 孤障 所以她们家是 非常有背景的家族 是真的有背景 不是普通 她是外交世家嘛 所以习近平用人 有一个诀窍 那自己人 那自己人的话 搞两个小三什么关系 那个没屁事 我认为 她现在这个事情在拖 拖到 等于说你这个事情 当你把它清干净以后 秦刚会不会用 我认为恢复原职的机会 非常大 走 我今天吓死了 我没有想到说 秦刚失踪 背后有这么多的阴谋论 原来刚刚讲的 这有江派跟现在习派 最后的斗争 有中美之间的一个斗争 还有刚刚讲到的 中间的关键人物 傅小田 我本来以为说 他就是一个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没错 没有想到背景如此复杂 没错 中国的外交部长 从6月25号到现在为止 完全都没有现身 他是何等人物 他是主管整个中国的外交 同时之间 他现在是习近平 当前最红的红的人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他代表的就是习近平 最爱的一个官员 结果现在出事 你说秦刚是习近平 最喜欢的一个官员 当然他在这一两年之内 直升 从一般的驻外大使 升到国务委员 是一个副国家领导人的职位 这是罕见 他今年才56岁 能够升到这样的职位 人家都说 他未来恐怕 官运会非常非常高 那也就是为什么 目前为止 你问到所有中国的外交部人员 他们完全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是因为他不是只有外交部长 他还是习近平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习近平没有决定要处理 怎么处理他的时候 外交部人员根本不知道 要怎么回应 所以说中国内部针对秦刚 还在角力 还在斗争 而且这个角力跟斗争 连习近平现在都咄牧不剃 连习近平都不能拍板 在习近平不能拍板的状况下 你看到了今天的毛泥 你看到昨天的汪文兵被记者问到 A到第四个 那这件事情来说 美国也很重视 问到美国的外交人员 我们很关注这件事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事实上全世界现在都在关注 秦刚到底怎么了 那现在有非常多消息 今天现在很多传言 甚至还有传言说 他在三菱医院过世 现在很多传言 连过世都传 传言传成这个样子 照理说没事你就出来一下 大家可以解决所有的这个问题 问题是你不出来 不出来表示这个问题 是非常非常之严重的 好的 跟他讲的 你不出来的时候 你的敌人 你的朋友 当然还是会把资料给丢出来 对 丢出来以后 我才发现 傅小田如此复杂 搞不好我们这不是讲吗 他在剑桥大学 有一个以他为名的花园 还真的 而且叫做小田花园 没错 事实上你看 这是人家说的 他33岁的时候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剑桥大学的 以他为命名的花园 那当时中国驻英国的这个大使 他还亲自出去 中国驻英国大使还出行 所以那时候 事实上你看 他能够有多 他了不起 当时就是33岁 就是一个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那你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花园的时候 有需要党的驻英国的大使 都要去吗 所以这就是非常奇怪 一件事情 那你看 而且加上说 你能够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花园 了不起啊 这个地方 华人第二个人 也就是这个徐志摩 谁能够这个样子 徐志摩现在建桥大学 也有一个 以徐志摩为名的花园 是的 可是徐志摩这个花园 是在小田花园之后的 所以就知道 他有何等的能耐 那到底为什么 有这种能耐 第一个 当然现在大家传言 就是为什么他会出来 就是因为传言 他跟这个秦刚 两个关系非常好 甚至现在还有 人家爬树出来 就是他的小孩 可能有可能 就是秦刚的小孩 甚至还有人 言之早早的已经说 他们两个可能 在去年的二月初发生关系之后 有了这个小孩 那现在所有的 这个所有的传言是 真的人事实地悟 因为他当时到了 这个如果 在美国去 那时候 有可能发生的时间点 就在那个时间点 因为他自己有在 这个微博上面说 我们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那就是因为 傅晓廉跟秦刚的关系连上 但是我们就讲 一般来说 中国的高官 不会因为说 我有什么小三 或是说我有谈污 会受到这样的调查 秦刚会受到这样的调查 表示 他是有摄入到 更严重的问题 因为 现在说是跟叛国有关系 对 为什么这样说 保洁我们记不记得非常清楚 今年七月初的时候 他不是在《十雄市》杂志说 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宗吗 他讲到什么 官员不要有恶心 那大家想说 不是你都一拳在握了吗 你到底是 质疑谁有恶心吗 那警戒下来 就火箭军一连串 那甚至现在 秦刚不见了 所以就知道 似乎习近平 他也知道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他才会刻意在 七月一号 讲那样一句话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傅小田这个人 为什么会 因为傅小田 拖累到秦刚 因为第一个 傅小田现在叛数出来 他的后面 有江派的影子 而且会不会是 因为这样的关系 让江派跟秦刚连接上 保洁那 事实上对习近平来讲 最大的敌人 当然美国是 对外最大的敌人 对内来说 江派 反正有江派的 我就全部要给他斗倒 就没想到 你如果秦刚 假设你投入傅小田的关系 你跟江派人士 很密切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要查一查你 你到底过去 跟江派人士 到底有什么样的往来 好那傅小田 到底跟江派的 谁有关系呢 传言说 他去这个 包括说在英国 有这个小田花园 或是他传言 他在香港 有一栋一亿港币的豪宅 一亿港币的豪宅 就是这栋 对 一亿港币 这一栋要一亿港币 对 将近台币四五亿 对 这是在香港 对 人家说 这个你怎么会年纪轻 有这么多豪宅 人家就说 你香港的卫视了不起 一个月的薪水 就是三万港币 怎么可能买得下这个 那到底是谁 传言就是他之前的男朋友 叫做李亮 这是李亮资助他的 这房子是李亮给的 对 那李亮是谁呢 李亮他其实是中国一个商人 他最早是在人民大学当任讲师 但是他碰到一个 他人珍重的大贵人 那就是李晓玲 那李晓玲是谁呢 李晓玲其实就是李林 李鹏 过去中国的总理的女儿 女儿他至少 总管所有的中国的电力 他叫做中国的电力公主 电力公主 对 整个三峡大坝 整个中国的这个电力公司 几乎是他一手掌握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强的地方派系 一个派系 他是中国水电系的 所以江派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 好 那李亮跟他 因为这个听说李晓玲 看到李亮的时候 惊为天人 所以他们两个就 这个即使他们两个都有婚姻 他们两个还是常常 同居在香港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听说因为李晓玲的 资源实在太多 那他怎么赞助李亮呢 李亮在香港成立了一个 这个电力公司 空壳公司 后来 他就成立 你不过是一个人民大学的讲师 对 结果你到香港 可以成立电力公司 但是你成立电力公司 重点不在这里 李晓玲用20亿 这个人民币 买下这个电力公司 这个电力公司 其实只是个空壳的 挂名公司 也就是说他用这样 就给他100亿台币了 就给你的李亮 那给你李亮的时候 听说因为李晓玲很忙 所以他有时候 不在香港 就是他可能在中国 那李亮拿了这么多钱 他就开始 他也蛮会投资 他就开始在涉猎 一些香港的 一些相关的业务 那这时候呢 听说他在2010年 出头的左右的时候 他认识了傅小田 也就是说当时呢 认识了傅小田 那傅小田人家就爬树说 其实他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很想要找一些 这个富豪啦 跟他往来这样 然后攀上了这个李亮之后 听说他们两个常常呢 不只在香港 一起同友 甚至还跑到 这个所谓新加坡去 很多地方都看得到 他们两个的身影 那甚至李亮还怎样 李亮在这个香港 在港澳 还惹了非常多货 非常多货 反正他惹了什么货吗 他去这个澳门赌场 听说有一次 输了好几十亿港币啊 就后来是 后来是李晓玲 叫这个车封 把他解决掉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这个富小田 车封都出来 对 跟李亮连接上 因为李亮的关系 所以他跟江派就连接上 好 那事实上 但是李亮呢 他在2015年呢 他就因为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打摊 打摊的时候 其实电力派那些 都已经被盯上 那港澳的资金也被盯上 听说他那时候 就已经离开中国 所以2015年之后呢 保洁 听说富小田勾搭 这个攀上的是谁 刘长乐 所以刘长乐是谁 刘长乐就是中国 以前这个凤凰卫视的主持 的这个老板嘛 他也是中国军方 也非常响当当的人物 可是富小田呢 他在这个刘长乐呢 他在2021年的时候 他因为了整个被这个 整岛 被这个习近平整岛之后 所以这时候 因为他也是江派的 对 所以这时候富小田呢 需要引另外一个人物嘛 来巩固他自己的地位 所以这时候传言 就是因为这样 他就把秦刚视为 是下一个 他可能可以依靠了这个对象 他就去采访秦高 就认识秦高 对你看 在整个这个 跟秦刚采访的画面里面 来说话 你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显得相当的 暧昧的一个状况 那他听说后来 还有发生一件事 就是后来呢 这个富小田 他又去采访一个 算是这个当地的 黑人政要就对了 然后结果呢 你知道秦刚 以这个驻美大使的 这个身份 去陪他采访了三个小时 所以可见 他们两个关系 是相当相当的好 你去采访人 对 我的驻美大使 还陪你采访 采访三个小时 所以他事实上 这整个爬树过来 你就知道秦刚跟 傅巧田的关系非常好 但是傅巧田背后 偏偏又牵扯到了 这个江派这么多人 所以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思考的问题是 假设你跟江派 是有往来说 那我怎么处理秦刚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传言就是 他可能跟火箭军有关 那火箭军 就是跟美国有关的 这两个问题 都让习近平相当相当之尴尬 因为 是我在从这个 可能大家 我们跟大家讲 中国的外交系统里面 斗争其实斗争得非常厉害 王毅跟这个秦刚 两个就是不对派 所谓秦苏派跟群美派 斗得非常厉害的时候 我选择了秦刚 有非常多人对我不满意 而且秦刚是我亲自面试 因为这一届的 这个所谓国务委员 这些中央委员名单 都是习近平亲自面试 面试过 我给你肯谈作 我确定你的这个身份 你的这个意识形态 是没有问题 我任命了你 任命了你 然后让你在这么快的速度 大家都知道 他是最年轻的 党跟国家的领导人 结果你这时候 你这时候被人家这个 质疑到 你有这么多的问题 2022年10月 当时他是驻美大使 他才刚刚成为中央委员 刚刚成为中央委员 没有多久 2022同样10月12月 你就变成了外交部长 然后外交部长之后 然后你就开始不到三个月 又晋升为国务委员 进到了副国级的行列 这时候你就是最年轻的 党跟国家领导人 你是坐着直升机上去的 那直升机谁给你的 习近平给你的 所以现在还有传言 为什么他可能会被调查 有人传言说江派 是不是把很多司力 压住在秦刚的身上 让秦刚能够 未来晋升国家的领导人 因为秦刚说实在 保杰知道 其实秦刚也并不是 习近平真正的嫡系 我们知道习近平很多嫡系 都是可能以前 资江新军 跟他在福建往来 可是他不是 他在什么 他其实是从这个 习近平已经掌权了之后 因为他当时在礼宾司 那礼宾司的时候 常常要帮习近平安排一些 重要的这个外交礼仪的时候 可能跟他说 你要站在什么位置 所以他跟习近平是 那时候才搭上 所以他跟习近平的渊源 其实并没有其他的 资江新军那么深 那假设他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被江派人马 这个吸收或是渗透之后 那现在习近平 怎么处理秦刚这个问题 所以才说 那他跟富强人的关系 那又牵扯更多 所以才说 一个秦刚 他目前为止 没有出来的状况之下 当然就有非常多传言会出现 好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 6月25号之后 秦刚就消失了 就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了 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 当时就传了一个消息 他跟火箭军之前的 整肃有关系 他想说奇怪了 你跟火箭军之前的 整肃有什么关系 原来去年美国丢了一份资料 把火箭军所有注点 每个地方的主管 甚至你没有多少兵马 甚至你在个地方旁边的支援 不得有哪些 一个一个公众出来 这没有内应 这没有内部的人 不可能知道 可是这跟秦刚 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为什么扯上了傅小田 搞了半天 傅小田就是江派 一手培植出来的 现在火箭军 一个一个中箭路 真的跟秦刚的失踪 两者是勾连在一起吗 对 但重点应该在 火箭军的高级将领 出卖情报 这个是核心问题 出卖情报 所以你要看到当时 我们去年的十月份 我记得好像是美国的空军学院 对 美国空军学院突然间发表了一个 它内部的研究报告 对 研究报告是荒谬吧 对 去年二十大前后 美国空军大学有一个 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 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这份报告 都不看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里面 把火箭军每个注点 你每个注点里面 有多少的部队 你的每个注点的主管 甚至你这个注点旁边 你的卫讯部队到底是谁 居然交代得清清楚楚 还要把火箭军每一个领导 他的军官 他的职称姓名 中文英文 通通写出来 那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出来呢 那这个情报的外泄 绝对不是一般的情报人员 可以取得的 对 这整个事情就变成 就开始造成中共的军方 火箭军高层 一一重箭落 而且很多是一送调查 那这个整个情况 还在调查中 当时一个情况 你看李玉超就是这么 也是习近平一手提拔 担任火箭军的司令 就被拔过来说 你的小孩在美国念书 你现在资料可能通过 你的小孩传到了美国 然后你的副司令 还有你的政委 也一个一个的全部都被拔掉 甚至还传说 有一个火箭军的将领 吴国华 他说他是等于是要死亡 没有 他说他是轻生 而且轻生的过程非常诡诀 在家中在门楣上 轻生的 是 所以那这个是这一部分 火箭军泄密 有出现间谍的状况 那当时 这个最近一连串发生 到底是谁是真正的间谍 不知道 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 就突然间在这两 这两个月当中 这就是三个礼拜 发生秦刚事件 秦刚到现在为止 大概已经消失了 大概二十三四天 所以秦刚事件发生 就有好几个谣言出来 第一个谣言说 为什么要拿下秦刚 有一个最简单的 那个逃射纠纷 那个不重要 你说不是傅小田 生小孩 要考虑那个 那个不是重点 那秦刚犯了什么错误 有一个事情 就是当时有间谍案 就是间谍气球 对 间谍气球 间谍气球案 听说秦刚当时要掩埋 要掩埋这个事情 不要不想去回报到北京 希望把它大肆化小 因为当时刚好是布林肯 要去访中的时候 对 一直想要把这个事情 对北京做保留性的 的这个报告 所以这几件事情 连续发生之后 其实我昨天讲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关键在 普丁 普丁派专机专人 送了一项绝密的情报 给习近平本人 告诉他秦刚有问题 什么问题不知道 那这两个事情 是不是一定有连带关系 一定是跟国家的情报 泄密有间接或直接关系 然后再回头过来看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CIA的局长 伯恩斯 五月份 对 秘密访问北京 访问中国 秘密访问中国 然后他没有建任何外交部门 伯恩斯的背景 他本身是职业外交官出身的 然后他在北京有很多朋友 他只单独建了情报单位 跟情报单位碰完面之后 大家说干什么 要缓解什么中美关系 谁都不是 他要单独 他拿到了间谍气球的 特殊的情报 然后这个情报 要能够直接转给习近平 让习近平知道 那为什么习近平 这个为什么知道 因为他们一定有内容 到今天为止 美国不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 所有间谍气球 对不对 要公开 然后共和党也吵 各媒体都吵 结果现在没有下文 这个事情被戳炎子上戳掉了 为什么戳掉 因为他把这个情报给了习近平 让习近平 所以五月份给了习近平情报之后 中美关系开始转身和缓 和缓之后 还有布林肯访问的事情 还有叶伦财长去访问的事情 后面开始这个整个露台开始通了 那到底是什么情报 很简单 这个情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火箭军在做间谍气球 执行这整个的公务任务的时候 习近平不知道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不是找F-16 把F-15把它射下来吗 射下来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美国突然间就没有 这个新闻就不公布了 要对国会报告也不报告了 这个整个军事在美国被吃案了嘛 为什么吃案 因为跟习近平报告 要找了博恩斯 中央情报局局长 亲自到北京去跟习近平 所以这件事情 俄罗斯的情报单位 美国的CIA都介入了 都不同的介入了 那这个有道理啊 所以为什么传出来 后来拜登自己讲 拜登讲过一句话 你记不记得 拜登说习近平不知道 这个借钱气球的事情 他凭什么敢这样讲 对 他讲说他不知道的事情可多了 所以你看到美国CIA也提供习近平不知道的情报给他 普丁 俄罗斯普丁也提供习近平不知道的情报 所以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 你搞个什么东西 你自己内部的掌握 有确实出现问题 然后当然更离谱的就是 傅小田在这个中间扮演了一个关键的枢柳位置 好 庄外 你是学战略的 你过去也在参战机 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复杂 刚刚讲的是中国江派跟习派的斗争 又牵扯到了美国跟俄罗斯 情报单位都进来了 对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报 情报站的东西 当然这当中来讲的话 其实怪还是要怪秦刚自己按捺不住 你可以看到傅小田 其实他作为一个凤凰卫视的这样的主持人 他其实看的场面也是非常多 但是他为什么会锁定秦刚 可见秦刚未来是 他的官运非常好 而且能够 最年轻的党跟国家领导人 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就可以担任到 国务委员的这样的职位 副国籍的这样的职位 基本上也是不简单 未来说不定真的看好 如果他不发生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会扶药之上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现在网路上已经有传出 傅小田他的IG已经被抓到了 那这IG呢 竟然在今年的2月24号 他放了 这是傅小田的IG 对他的IG 竟然在2月24号放了两张照片 而这两张照片呢 非常耐人寻味 因为他在回忆去年的 2022年的2月24号那一天的场景 也就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啊 右边这个是秦刚出席尼克森 访问中国50周年纪念的一个纪念会 这是在加州举办的 而这张照片其实也在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网站上面 也都有一系列照片出现 所以场合地点完全 人 秦刚人 当天就在加州 对于傅小田来讲 你说这是2022年的2月24号 是 然后傅小田 2月24号当天 也就是在加州 在LA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留下了一句话 他说 每年的2月24 2022年2月24号那一天 就是我们历史性的一天 他讲什么叫 等一下 傅小田说 2月24号 是他跟秦刚历史的一天 对 历史性的一天 然后我们再回退一下 这个小孩子在今年的3月4号 他是百日 就是满百日 所以往回退的话 他的出生日期 可能就是在11月25号左右 11月25号 对 然后如果按照2月24号 他如果两个人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怀胎9月 差不多也就是在11月25号之后 就当时那个时间点出生了 所以2月24号 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日子 然后11月25号 他就生一个卑鄙了 对 如果说按照他IG里面的 所留下的这样的耐冷徐卫的 这样的话语来讲的话 事实上真的 他是跟秦刚之间的感情 应该是真的 好的 刚才讲的 你也讲说 他不会因为跟傅小田 这些的关系 让整个秦刚重见下马 而傅小田的背后 关系真的这么复杂 傅小田背后 真的有非常神秘的色彩吗 对 他的背景真的不单纯 我们当时就在想说 他到底哪来那么多资金 哪来那么多权力力量 可以在剑桥大学 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花园 那捐献来讲 第一个 他又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哪来那么多薪水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背后一定有在资助 结果没想到 今天出来的就是江派人马 李鹏系统 后面的有些人来资助他 所以对他来讲 那凤凰卫视又是一个江派系统 所主导的 你说凤凰卫视是江派系统 对 那所以后来 为什么习近平才会 整数这个党媒 或者整数这些相关的媒体 说要信党 然后要听党的话 所以这整体来讲的话 都可能跟这个有关 那其实傅小田 应该也在寻找 未来他的出路 他怎么跟习近平的 未来可能的爱将 搭上关系 这些都是为什么 因为我背后的江派人马 已经崩掉了 对 江派人马 大概都已经失势了 没有什么力量 比如说刘长乐也好 或是谁 这个所谓的李鹏的女儿也好 这些基本上 有些被整数或是外逃了 在习近平的眼中当中 你们这些红二代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 这个被党倾诉的一个对象 所以傅小田 可能也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吧 所以当然找上了秦刚 不过因为秦刚 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还有包含一些间谍的事情来讲的话 可能因此而失事 好 所以 会在 这个中间 有秦色 然后这中间 还有这个派系的斗争 还有国与国之间的 尔虞我诈 是 现在爬梳了 这个奇女子傅小田的故事 我真的觉得 她是非常厉害 她除了有美貌之外 她自己本身 我跟你讲 她是北京大学外文系 北京大学经济系 同时又取得建桥大学 教育学系 所以是她是有非常多学位 而且有打赤 你知道吗 她们现在就开始爬梳了 就说为什么 傅小田可以 透过她 不管是她自己本身的 手腕或者是她的美貌 爬到这个位置 她是1983年出生 6月12号双子座 然后她非常 跟四通哥一样 她跟四通是双子座 所以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 而且你知道吗 她是在2008年的时候 到建桥大学去议書 2009年的时候 就回到了凤凰卫视 这边香港总部来进行工作 到了2019年 也就是她29岁的时候 她遇到了她生命中的 第一个贵人 是谁 就是李亮 你说她第一个贵人是李亮 是 李亮是谁 其实刚刚四通哥有带到 她其实就是李小玲的一个小王 那你知道 当然人家小王可以当到 竟然短短5年之内 有20亿人民币的一个身价 那真的是吓死人 那因为后来呢 李小玲跟她分开了之后呢 李亮就在整个香港的富豪 富豪全是非常的高调的 也很多的女朋友过疆之急 但是这时候有一个就是 傅小婷出现了 傅小婷 人家身上有三个学位 重点是她又是从伦敦大学 从那个建桥大学回来的 回到刚到那个 那个凤凰卫视这边工作 所以她非常的亮眼 据媒体现在报导当时的 她在香港的富豪圈 是引起大家的追求啊 因为长得漂亮 最重要的是手腕好 而且不黏人 所以那时候是非常多的 富豪在追求她 但是她就是被这个李亮 他们说他们当时 2012年跟那个李亮 两个人出双路队 是很高调的 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所以在2013年情况之下 她也开始主持了 《风凰卫视》的《风云对话》 《风云对话》这个节目 更让这个傅小田要上了国际舞台 因为她开始访的 都是国际上的一些政要 甚至是领导人 所以到2016年的时候 那时候傅小田才三岁岁 竟然有办法回到她的母校 也就是剑桥大学秋吉尔学院 弄一个傅小田花园 三三岁我负债快两千万 人家还有一个秋吉尔花园 那你就知道这女孩子 手腕之高啊 所以她是主持了 这个《风云论坛》之后 主持节目之后 再回到剑桥 是有人资助她回到剑桥 弄这个花园的 而且还不是只有 这个剑桥 这一个小田花园而已 2017年就隔一年 她竟然又取得了 意大利的一个骑士勋章 她是当年 她是全世界目前为止 获得你那个骑士勋章 最年轻的一个保持人 所以你就知道 这女孩子手腕之高 但是她刚刚不是提到吗 她的第二贵人 就第二贵人是谁呢 其实事实上应该这样讲 她跟她的老板 也就是刘长乐之间 到底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大家纵说分威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刘长乐家族 他们在凤凰卫视 是在2021年被斗掉的 就完全退出 整个凤凰卫视 傅小田 其实非常有趣的是 也在那一年 交出她的主持报 而在这个时间点 交出主持报 对 而在这个时间点 她的生命中的 第二贵人出现了 也就是秦刚 而且你知道吗 她的傅小田 甚至在刚刚的一个贴文里面 就有提到说 我上次坐飞机的时候 那么去的 也是刚好飞到美国去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原来她 大家后来开始爬梳发现 原来她所讲的 就是前一年 飞到美国去 去访秦刚的那件事情 所以2021年的7月 事实上她就访了 这个秦刚就变成是 美国驻美大使 2022年的1月20号呢 傅小田在这个时间点 她好像又有了这个豪宅 什么的 就人家就心里想说 不是啊 你第一个 你自己本人一个年薪也才50万 怎么又有办法住得起 那个香港的那个一亿员 你等下打工200年 你才有办法住得起 第二件 你在美国又有豪宅 所以人家都觉得说 如果说前面的香港豪宅 是李亮给他的 那这个豪宅谁给的 对 这个豪宅到底是谁给他的 然后你又这么大的一个奢华 他的香港九龙 在美国LA都有豪宅 对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从2021年的10月开始 他住的这个豪宅 还仅第一排啊 你知道租金多少吗 每个月6万美金 180万台币 所以这个豪宅到底是谁给的 就有人讲说 是不是就是他的 生命中第二个贵人 秦刚所给的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八卦新闻 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新闻 就是秦刚不见了 秦刚不见了 一开始说 他接着COVID-19 可能不对 一个礼拜后来没见面 一个礼拜之后就传说 他有一个情妇 叫做傅小天 再查去 他已经生孩子了 生孩子说 那孩子居然是秦刚的孩子 跟你讲说 如果这秦刚的孩子 你也不会因为你有一个孩子 你会这样子 就这样子中介下马 就没想到 今天更多的消息 傅小天之前有个男友 叫做李亮 李亮以前有个女朋友 叫做李小玲 李小玲的爸爸叫李鹏 他是江派的 对 没错 事上这个秦刚目前为止来说 人在哪里 变成全世界都在寻找 他的下落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 为什么他现在会 变成是中国外交部 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话题 你问到谁 发现都说 都是沉默十几秒之后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目前为止 习近平也不知道 该怎么处理秦刚 为什么这样讲 还没有下突然 因为秦刚就是习近平 非常不赐把左的人马 我现在处理他 习近平没有说 以他现在的地位来说 他处理秦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难免会损及 他的威信 人家说你看人 看人不准 那不处理来说的话 又会变得非常尴尬 到底他牵扯到什么问题 当然有人说 他可能牵扯到贪腐的问题 跟江派的关系非常好 甚至还有火星军等等之类的 但是无论如何 现在习近平一定在苦恼 怎么处理秦刚才会不知道 外交部人员才不知道 该怎么发言 因为现在秦刚跟傅小田的关系 扯上什么 扯上傅小田是江派 你现在在中国 你后面有个江派的影子 当然 你就完蛋了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其实最重是什么 官员的忠诚度 如果你对我不忠诚 你还跟江派眉来眼去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当然会严格处理 所以那另外一件事 当然还有人说牵扯到火箭军 跟美国之间的问题 所以无论如何 目前为止 秦刚的确一定是习近平 现在在留校查看 他在看接下来 怎么去处理秦刚的问题 而且这件事情 傅小田 他不是讲吗 他是一个凤凰卫视的一个主持人 对 主持人以为 我毫不遮掩 第一个人讲的 他是不断地去秀 他有个小孩 保护不开 他现在不断地讲 我现在我有个小孩 我生了一个小孩 我没有结婚的 我没有老公 恩恩四个月了 恩恩一百天了 窝在家里面日光玉 然后登山丛林行 然后呢 重点在这里 然后他在他的IG里面 就不断地po 他跟这个秦刚的照片 然后底下的留言 对 很清楚 是 恭喜傅小姐 跟部长先生 我觉得跟他讲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跟秦刚连上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有人传言说 傅小田跟秦刚关系非常非常好 那有传言八卦就说 这个傅小田帮秦刚生个小孩 可是问题是 大家一开始都不相信 但是后来就爬出 真的有点连结 你看这是傅小田他自己的 你看恩恩四个月这样子 这么多照片 对不对 那问题是 你看到这么多照片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第一个 傅小田在美国 在养孩子跟生小孩的时候 保洁 他往来都是坐私人班机 他是 这个一个 这个所谓的主播 你了不起一个月薪水 三万四万港币 你怎么能够坐私人飞机 那坐私人飞机不说 你看他住的房子 保洁 这是他们家的房子 有游泳池 然后还可以看到 你还可以看到夕阳 这个很大的房子 你看还可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 在美国的美西 有这么好的房子 你看房间 那是他在LA的房子 对 你看这么大的房子 这个之前曾经有人 就看了这个房子 就说 好像这个地段 大概平均 亦库大概要 1500万美金左右 1500万美金 我们都讲 美国房子 其实相对台湾是比较合理 1500万美金 可以住非常好的房子 那谁 但是问题是1500万美金 你乘以30 也是4亿 4亿多台 3 4亿台币 请问你怎么有可能 买得起这样一个房子 而且怪的是 现在秦光不是不见了吗 然后现在傅小田 不是被搬出台边了吗 对 刚刚讲现在 我不知道就有一个 疑似说这栋房子 对 现在要出租了 对 但傅小田也不敢住这里 是 出租多少 一个月 6万美金 对 6万美金 来说你乘以30的话 180万 你说这栋房子 一个月要出180万 对 好 那好 然后女士呢 等一下就说 她怎么拿来这么多钱 那是不是跟这个秦刚有关系 后来呢 大家开始就爬梳梭 因为傅小田 曾经破过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听她说 其实傅小田 你看这是她的这个 被人家po出来的IG IG里面来说 你看 A history day to us 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 那这一天是 2022年的2月24号 那被人家拍到这个地方说 你看她人在洛杉矶 洛杉矶 那洛杉矶来说 你看 到底us是谁呢 好 于是人家就说 当时在秦刚的这个 她的这个 这个微博上面 也po了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当天秦刚 当时出席尼克森 这个她的相关的 纪念的活动的时候 她一人也在LA 2月24号 你看这2月24号 所以她当时 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两个 是不是在当时 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一个历史性的一天 天为沟洞地 我不是怎样 大家不知道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 后来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 这个又引人注意呢 主要就是你看 后来人家 这个是后来人家讲的 恭喜傅小姐 和部长先生 这是没多久之前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是更早的 更早的 3月4号 你看 恭喜部长夫人 你看 所以当时你看 3月4号 baby100天的时候 恭喜 就有人在写了 baby100天 恭喜部长夫人 交第100天下载 赶快删掉 我就留下来了 没有删掉 这个状况 你就知道 非常有意思 那你看 傅小姐还在那边 弄个什么 你看记者会上 外交部长秦刚 引用宪法 回应他的问题 十年磨一剑 无巧不成熟 你看他 有在回应 他的相关的这个动态 十年磨一剑 对 那甚至还说 这个baby的 这个目前为止 爸爸是 这个3月18号的时候 他不在 那时候人在美国吗 他们发了一个 这个文章说 这个宝贝 这个最近 这个爸爸比较忙 那因为爸爸 有重要的任务 为什么 因为 然后祝这个 爸爸生日快乐 祝他我们 年岁岁有今朝 年年有今日 这样一个状况 那秦刚是3月18号 3月19号生日 也就是说 当时就是秦刚的生日 所以 大家完全就连上 他就是跟秦刚生下来 所以 自此来说 就大家完全兜上 他跟秦刚的 而且他完全不遮掩 恭喜傅小姐 傅小姐跟部长先生 你真的是不遮不掩 然后呢 喜欢率性的女人 对 所以就此 人家外界就把秦刚 跟傅小姐就完全连上 好难讲 那这个秦刚跟傅小姐 生了小孩 那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问题是 这里面 宝洁这里面有几个 非常有意思的 你要说这个小孩子的名字 有点玄机 因为他的小孩子来说 他叫 Ear 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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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就说 这个就是 可能中东的名字 有人说这个是中东的名字 但是后来 其实有人去把它查出来 有人就说什么 因为傅小姐 他其实常年在 这个香港 Ear King 来说的话是什么 Ear 秦 那翻过来就是秦尔 也就是说 秦尔 就是秦尔 他在各种 他用各种方式 去拉动 他跟秦刚的关系 不遮不掩 对就是秦尔 因为外国名字 可能都名字放在前面 然后姓在后面 秦尔 所以人家就说 原来真的是秦刚的小孩 所以自此来说 大家都已经认定 现在无论如何 大概应该可以确定 傅小田跟秦刚 是生了一个小孩 但是应该秦尔 不会是因为这样 导致她落马 最重要的 可能被调查 最重要的原因 好 惠正 我已经听过 中国女人很可怕 我已经看了以后 中国女人真可怕 这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 上进的一个故事 所以你看 其实这个傅小田 她的父亲是谁 她的母亲是谁 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吗 人家就说她是 现在说她是一个 重庆的姑娘 然后现在所有的 她是重庆姑娘 对 那所有爬树的资料 只有到2008年 知道她去 你看 她其实在她的网站里面 有她的爸爸 大家看这个很小 她爸爸跟她妈妈 爸爸跟妈妈的照片 爸爸妈妈看起来普通 是一个寻常人等 一个寻常人等 刚刚讲 你在香港九龙里 有一个上亿的豪宅 你现在在LA 你有一个三四亿的豪宅 然后你出入都是做专机 谁供养你的 对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到底她一个 凤凰卫视主播 也不过年薪50万港币 50万港币 人家帮她换算 你光你香港的房子 一亿港币的话 你要工作200年 200年怎么可能会住得起 但显然就是有金主 而且你知道 刚刚像那个 世聪哥抽丝播 前帮我们讲那么多暗示 比如说2月24号那一天 对我们两个 是个历史性的一刻 然后呢 比如说又弄是我的儿子 Ear King这种种的 你知道这就是 Ear King 情儿 这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她处心积虑 要让他们的关系 台面化 所以这就是这个女孩子 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所在 你知道吗 她要台面化 一般来讲 不遮不掩 是 一般来讲 如果是小三的话 通常就说 反正你给我供我吃 供我穿 让我有一个就很好的生活 过了就算 没有 这个女孩子 这个人家说穿蜡子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 她搞不好是有用这种方式 来让秦刚去认我这一个名分 这是搞不好有可能的 她是要名分的 有可能的 不然怎么会这么不遮不掩 连自己的IG上 还会弄上 什么部长夫人都出来了 所以这代表几种状况 第一个 到底是谁 去点名部长夫人的 点名部长夫人的 但是代表她正在关系 然后呢 如果说她都已经告诉你 部长夫人 她也还没把这个IG撤掉 搞不好是这个女生的朋友去留的 你知道吧 找人留的 找人留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家知道 我就是生了她的孩子 有这么狠吗 那不然我要怎么台面化呢 只是她可能没有料想台面化的结果 是秦刚 未来有可能认为是目前全中国最年轻的领导人 你没有想到说你要台面化没有问题 因为你背后的背景本来是李亮 李亮的背后本来是李晓玲 因为这样的关系你才能够扶摇直上 当你过去江派的影子没了以后 你当然就是希望有一个更大的仿证 可是你后面的影子 你后面的江派背景 就是死穴了 我跟你讲这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这个女孩子的角度来讲 我就是一个激励人心的 Tranmayor这个奋斗上向的日子 29岁的时候认识了李亮 李亮让我有低筒金 搞不好就因为这样而住进了 刚刚提到的香港的那个豪宅 39岁的时候遇到我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 谁就是秦刚 对他来讲 这也不过就是我人生旅途中 一些扶持我的贵人而已 问题是这个贵人后面还有贵人啊 李亮后面的贵人就是李晓玲 李晓玲后面的贵人 当然她就是那个李鹏的女儿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本来只是很单纯的一个女生 或男女的一个 上位 对男女的情爱关系 重点是你的权贵的身份 让整体事件有了政治上的解读 现在情况来了 你秦刚整个在外交体系里面 他是做直升机的升迁 他踩过了多少人啊 连那个赵立坚 就是那个战狼 都被他一脚踹到包打边去了 所以他得罪了这么多人 是谁挺你的 就是习近平 难怪他失踪的时候 刚刚讲到的 他的赵立坚的老婆说今天是个好日子 对 所以现在情况来了你知道吧 就是对于傅小田来讲 他可能处心积虑只是要抬面化 只是要给我个名分 只是要让人家知道 我就是秦刚的女人 问题是他过往的情史 被有心之人弄上了一个 所谓政治上的解读 但是也有可能真的有所谓的算面界的问题 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 但是显然啊 我觉得刚提到的这个女生 种种的一个蛛丝马迹 她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曝光 北斗长 这水这么深啊 我觉得啊 大家有一个正确认识啊 以秦刚这种所谓的副国级 也就是副总理级的国家领导人 他以他的这种身份地位 他不会因为有桃色纠纷 他不会因为有贪点钱 然后这种 这种事情跟这种因素而倒台 不可能的 他现在当红榨子机嘛 所以他不会因为傅小田倒台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个 所以他今天现在已经消失三个里 离开个多礼拜了 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先排除刚刚讲的 什么贪腐啊 怎么搞个女人啊 那个不重要 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个本事 你有任何事情 我就要不新闻不准报 就看不到了啊 就不见了啊 这个秦刚好好一个秦刚啊 怎么会把它不见了呢 所以一定有犯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重要什么事情 你在讲间谍嘛 好 那我现在问你 秦刚可不可能间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秦刚到这种过程当中 他不可能去犯了卖国罪 这个 因为这个环境不可能嘛 好 那问题是 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我比较相信 俄罗斯普丁提供的情报给习近平 就是秦刚本身 这个东西 要打秦刚下马 对 如果没有铁板钉钉的东西的话 动不了秦刚了吧 怎么可能动秦刚呢 习近平的爱将 你东西不给我看到 我把它看掉 不可能嘛 一定是非常铁的东西 所以说传出来普丁的特使 做专机送绝密情报 今天外媒也开始 给习近平 给习近平 我觉得这个可信度非常高 所以秦刚一定是有被带到 有被间谍碎 才有可能 那这个东西资料来源 一定是非常铁的东西 那个铁道就是让习近平 没话讲的东西嘛 不可能是秦刚本人 那一定是这个傅小田嘛 当然是傅小田啊 那傅小田有那么大本事吗 对 我认为没有 他是个媒体人 对不对 他访问了很多人 他可能被 早就被几方面吸收交往 早就有了 到美国去很复杂 可能美国早就把它吸收掉了嘛 那美国把它吸收掉的情报资料 会随便地 把它留到这个俄罗斯手上吗 不会 绝对不可能嘛 如果中央情报局吸收的人 这种人嘛 他一定会用他嘛 保护得好好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中间顶多 他们有外面那种说法 他只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 因为他身份最适当 他可以采访啊 可以跟这个往来 可以全世界各地跑 他是一个传递者 好 那这个 如果这个身份是确实的话 我们再推论 那到底是什么案子 就是火箭军嘛 就是你这些飞弹部队里面的 这些的军事情报泄密了嘛 这个泄密的东西 被这个俄罗斯情报单位 这个中间拦截到的 被俄罗斯情报单位拦截到的东西 是实在东西嘛 美国在这个空军学院提供的情报里面 他没有讲消息来源 当你公布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请问你 全世界的情报单位 是不是都盯到你美国这个玩意 对啊 那相关的情报机构一定会动嘛 怎么可能不动呢 开始追你到底怎么来的嘛 一定有相关都动了嘛 所以不是中国动 俄罗斯也动 俄罗斯当动 俄罗斯情报机构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啊 它在美国的部件可能比中国还多啊 对啊 对不对 厉害的不知道 几十年的功夫在里面 他们早就花了多少钱去培养了 所以这个东西 一定是俄罗斯有拿到真实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告诉你铁板钉钉 你就是他 就是情刚跟他 搞不好就是相片 什么文件 就是摆明的 就是没办法了 那这个 你刚刚讲的一个问题很重要 到底是谁搞的嘛 这个不是一个人搞的 是一个系统的导弹 是整个造反嘛 这才是可怕的事